我是王小帅 是一个电影导演 93年我拍了我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 由于当时体质的问题 我的电影无法在国内放映 而这部电影的首映 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 那是一个夏天 我们在一个丹麦朋友的家里 拉了一块白布 借了个放映机就放了 一个黑白片 一屋子人 我们挤在洗手间里抽烟 等着 同时也看着光影变换 看完之后 大家都说不错 觉得这可能是我 第一次的放映 或者是最后一次的放映 这就是我的电影之路吗 我那年二十六岁 没多久 海外传来消息 这部片子入选了 布特丹电影节 后来又进了柏林电影节的青年论坛 那是电影人心目中最伟大的神圣的殿堂 我又怀疑了 那年我二十六岁 电影对我来说是一种表达 年纪越大 这种表达的欲望越强烈 93年之后的十年 对一个很想表达的人 是一种折磨 好在我挺过来了 我现在的假如说 我的所谓的梦想 就是真的是 就是下面能够自己找到 或者是碰到 以及自己能够有更多的动力 做一个还是自己最喜欢的 最适合的 甚至在很多年的思考 和很多年的经验上 再上一场楼 把自己的电影再做好 另外呢 再开拓一些可能性 就这就是简单的梦想吧 这个梦想也就这样 很多人都看到 中国电影市场现在的繁荣 同时也有很多人 也在担心中国电影的未来 但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那是一个过程 未来 中国电影一定有它自己的特色 您是如何看待那种 视觉的特效 帮助电影讲好故事这个造型的 中国呢 毕竟这个工业化的起步晚 市场化起步也晚 那么当世界流行到一个3D 流行到更新的技术 我们想跟上 跟上别人的潮流 不是领潮 这样的话 你肯定有一些东西 会看出来一些 做几个建筑的地方 所以这个东西需要 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 而且现在发展速度来说 中国也会很快 很快能够跟那个 真正的技术能够接轨 人们说50岁 是指天命的年纪 但是对于一个电影导演来说 在电影面前 自己还是个小学生 我们是不可能的 我想再生个孩子 你现在居然要跑去 跟前妻再生个孩子 我考不了了 我知道你也是我爸爸 在这儿 在这儿 我扫着她 在这儿 修芳 我给你回想 我对不起你们全家 五十岁 实际上 一切才刚刚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